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米蓝 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那么今天早上啊 由于一早就出海了啊 出海了 然后没来得及做节目 我想呢这个度假呢就放松一点 有时间有空就给大家跟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还是要来谈这个 他们T岛的F16V啊 战机坠海的这件事情 那么现在呢通过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啊 以消息的汇总 这个张义飞官驾驶的 这一架F16V啊 它并没有弹射座椅 启动这个装置 并没有弹射起来啊 那从岛内的这个 呃媒体的这个倾向上来看呢 啊比越来越往老兵这个方向走了 急什么 急就是被大陆这边干扰了 那在我看来这是非常 非常非常有可能 啊 应该说就是解放军干扰的 啊 呃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整个这个事情 呃台军 F16V战机 坠海确认解体 台防务部门巡获残骸 未发现飞行员 台空军嘉义基地编号 6650的F16V战机 11日下午在嘉义县东 石外海的水溪靶场训练时 坠海实施 飞行员陈毅 未跳伞 台军方及相关单位连夜搜救 联合报证台媒报道称 近日12日上午 数名渔民陆续在嘉县东石熬谷 湿地北侧低岸的哨所外面 一公里滩记发现残骸 确认飞机应已解体 台防务部门 11时19分通报确认 巡获飞机本体残骸 却未发现飞行员 呃报道称 F16V战机10日下午 啊 在水溪靶场训练场出现意外 坠落位置在靶场北面 今天陆续巡获残骸的地点 也在靶场附近 为北侧低岸往外海一公里 目前为前海 据报道 台空军目前标定位置 巡获飞机本体残骸 但仍未发现飞行员 派出空中救护队直升机 以吊挂方式优先找飞行员 另一句中式新闻网报道 12日上午 10时30分左右 有域民捡到疑似后方 机尾残骸 随即交给军方 该域民表示 自己沿路走帮忙找 看起来好像有迷彩的图案 所以把它捡起来 感觉像机板 所以捡起来交给军方 另有一名 敖骨滩师弟 导览员也捡到碎片 他猜测应是机腹的位置 那么也就是说 从总体的这一个 各方面的汇总消息来看 这个飞机 F-12V坠毁了 解体了 发现油污 发现残骸 但飞行员没有发现 从发现残骸上面来看 它并没有跳伞 那并没有跳伞 那弹射装置 没有来得及打开 这个跟你讲 政治F-16 在花莲外海东侧 也是在这个 这两起事故 都有一个共同点 首先一个 都是接近 踢倒的 这个海岸线 并没有飞远 也都是起飞后 一个是起飞两分钟之内 升空 一个是升空两分钟之内 挂掉 一个是 将近要办个最好时 出事情 出事情 那么 你说这个F-16 这个战机 它毕竟是美军 也是美军目前的主力战机 所以这个飞机 你说是飞行员 水平不够高 这飞机本身有问题 老兵都认为 不太可能 两个事故 看起来 并非是飞行员 误操作 蒋正直是上校 张义是上尉 那么之前呢 台湾 这个东侧 发生过飞行员 飞机相撞 这个相撞的情况来看 这个更像是事故 但是也是 这个像是疲劳的事故 那F-51坠海 飞行员 跳伞了 没弹开 被伞挂入 活活淹死 那这个 它是他个人的事故 但F-16这两个飞机 都是和这个外界电子干扰 和电子脉冲攻击有关系 那么 台湾东部海域 老兵说过 常年有解放军的电站船 在东部待着 也有我军的 电站飞机 到那里去执行 巡逻任务 那么台湾这个 西面海域 面向福建东部的 这个台湾海峡呢 其实这是出示这个地点 当然很多网友都说 老兵你分析的没错 那你F-16V 你菜婆吹的那么牛逼 还放那个视频 大象走路 大象漫步 哇 F-16V成军了 可以主动进行 区域拒止了 可以搭载什么什么什么导战 可以主动攻击 中国大陆的境内目标 通过主动攻击 中国大陆的境内目标 来阻止解放军攻台 因为 你攻台的成本会很大 我们的F-16V 在这里可以对你放动攻击 甚至有着幻想 要攻击三峡大坝 当然 这些干话没啥意思 也没什么好去嘲笑的 因为正常人都会觉得这个话听起来怪怪的 那么你在这里搞训练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当然和大陆和解放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且老兵从纯技术角度上面 或者说升级完以后的所谓的F-16V 所谓是四代机吧 所谓的四代机 让它发生电战的这个故障 这个电子故障 而出现一些这个诡异的飞行逻辑 当然可以 否则的话解放军 为什么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面 要重点的拍摄 和重点的 这个 要报道 殲-16D的成军 殲-16D电战飞机已经成军了 主要在空中就是打这个电子作战的 执行特殊作战任务 美国在那个叫做F-18 有一款战机 上次叫什么F-18G吧 还是E 它也是电战飞机 它呢 这种电战飞机 战斗型的电战飞机 和那个 我们那种运8运9 或者说美国的EP-31 P-8A 包括这个RC-135W UVS 这种飞机呢 又是不一样的 那种属于是 类似于带来空中指挥 和这个通讯监测 技术干扰 技术侦查 派这样作用的 它并不是具有这个特种 特定作战能力 可以大规模的发动这个电战 那么大规模发动电战 一个是我们海上的电战船 陆路的电子战对抗部队 还有就是空军的 或者是海军 海洋航空兵的 坚持有低 这就是现代战争 现代战争 制电磁权相当左右 信息化作战 也是所有一切作战的这个先行 先行 所以说对制电磁权的控制 将会影响整个战局 那么从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老兵之前反复讲过的 我说解放军在这个台海地区 制电磁权和制空权 都已经拥有了 取得了制电磁权和制空权 所以说目前军事令系统 对台湾的战备情况 和准备情况已经很充足 现在就差这个政治因素 去攻谈了 这个地方去攻谈 那么当然了 这个跟中国的全球部署 都有些相关的 因为你现在攻台 就等于和美国全面撕破脸皮 当然现在已经离这个 实际上已经是谈判破裂了 但是谈判破裂 跟这个直接掀桌子 又是另外一码子的事情 那如果现在跟美国全面敌对的话 撕破脸皮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代价 什么样的成本 如果说要跟他撕破脸皮 我们的代价 如何占到最低 如何不影响其他地区的这个热点地区部署 不至于美国用举国之力 拼给你 拼给你死我活 现在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当中 那么现在呢 由于有些话很敏感 从我这边得到的各种消息 包括呢 老兵其实呢 和各位在电视上和视频上看到的很多一些 比较著名的一些学者 私下呢 都有联系 私下都有联系 名字呢 我也就不说了 好几个 因为这些事情特别敏感 其实现在大陆各个层面 老百姓还有些相关部门 尤其是鹰派非常不满 非常不满 但是呢 这个不满是理性的一种不满 不是这个感性的不满 如果是感性的不满 可能就要 有一些这个破坏的行为出来 那么理性的不满呢 还是说听招呼 再加上 你看最近 一些鸽派势力 在泰海这个地方 讲一些话 讲一些很丧气的话 这个确实是对中国军方 士气的一种重挫 对于军方来讲 肯定是不能隆冷 这样的言论出现 什么叫做 中美差不多 使均力敌 但是解放军在 泰海这个地方准备 可美国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那说这样的话 确实确实 不应该 老明认为不应该 所以说现在这个局势 非常紧张 台湾的F16V这个事情一出以后 也可以从在岛内的反应情况下来看 岛内很多人已经麻木了 老百姓已经麻木了 但是他的这个政府 还是非常胆小 非常怕的事 深怕 这个F16V飞起来 再次呢 出现重大损失 因为我说过 No.1的人啊 挺抠门的 你想一架F16V坠海 那得花多少钱 平时保养的时候 零部件 一些保养用品还要叫 志愿军 志愿兵去自己 去垫 平时要结算的时候 还不给 到处找发票 平时我说实话 保养就有问题 保养就有问题 所以说现在呢 他的F16V全部都不飞了 同列机不飞了 不搞训练了 很心疼嘛 毕竟是真心白银 很心疼 那么 现在呢 也可以看得到 台军的整体来讲 窥垒军处于非常 难熬的一个阶段 每天要被解放军 像 遛狗一样的遛 拿出来遛 也搞不清楚解放军 到底有多少架战机 整个飞行中队 已经处于高度疲劳期 那么解放军 你说派一个运9过来 运8过来 让你雷达上 看到好多战机 那你说飞还是不飞 他也提出说 我们不要飞 解放军如果慢搜机过来 我们不飞 但慢搜机过来 让你看到的是 几十架战机 那你飞还是不飞 所以你尽量能看到 台军四面八方 尽量在起飞 紧急起飞 深夜半夜很多 我看南部的 东部的跟西部的 这些台湾网友 都告诉我 说老编 这飞机怎么又飞了 紧急启动的 他们的竞争状态 肯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换了我天天处于那样一种环境下 天天变六 这种情况就像我们以前当兵 拉紧急集合一样的 大半夜两三点是最好睡的时候 哨子一吹 马上三分钟之内 马上全部弄好 到下面去集合 一个晚上搞个四五趟 六七趟 你人都崩了 好吧 就说就到这里 这个事情我们继续关注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亮 喜欢你的点击估计 谢谢